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和河有名 保定城 河北 古时燕照慷慨悲歌之地 省内坐拥山脉 河流 湖泊 草原 海滨等不同地貌 特殊的地理气候和自然环境 让多样的物产与特色的肉食在这里汇聚 幻化出诱人的风味 从天上龙肉 地下驴肉的经典驴肴 到满口留香的特色牛肉 再到寻常人家餐桌之上的芹类美味 这些滋味迥异的特色菜肴 无不是河北人引以为傲的一方好味 在河北 提到肉食家味非驴肉火烧莫属 你好 你的驴肉火来了 好 谢谢 无论是美食小白还是肉食老饕 来了河北 驴肉火烧定是绕不过去的美食戒杯 你好 你姐妹 一位 又两个肥肉的驴肉火烧 两个肥肉的驴肉火烧是吧 行 两个驴肉火烧收短一下在这儿坐 收短一下 好的 驴肉火烧如雷贯耳的名号 它靠着焦黄诱人的外表 细腻可口的驴肉 点燃了无数河北人的一天 也成了名阳全国的特色美食 老婆娘 老婆娘 你好 给我拿手套 你好 胡言 拿几副手套 你好 你好 那个点了吗 那个点了啊 眼前正在招呼客人的这位 叫刘敏英 百分百驴肉啊 可不掺点 那个给客人加点水啊 她是这家店铺老板 也是店里金牌单品驴肉火烧的首席制作人 酷爱驴肉的河北人无驴不欢 刘老板用一张酥脆金饼加实鲜嫩驴肉 俘获了食客挑剔的味蕾 成了当地人心中寻驴的最佳据点 虽是生于民间的风味佳肴 但其中制作的门道却多有讲究 我们家的驴肉吧 对肉质要求特别高 老了也不行 嫩了也不行 像咱们买驴吧 别人买我真的不放心 所以说每次买驴 都是我亲自去买 这家位于城郊的养驴基地 是刘老板除了自家饭馆外最常去的地方 也是他家驴肉火烧的美味源头 咱们一般选这个最好的驴就是六岁口 对 因为它第一 肉质不是太老 也不是太嫩 就是说对于咱们这个饭店家伙上 是口感是最好 你把那个带红绳的那个 还有这个乌头驴 给我拿到店里边去吧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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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抓紧啊 好嘞 好嘞 把绳子去骂走啊 一道美味的诞生 始于食材 成于烹调 想要吃到风味地道的驴肉火烧 定要潜心慢带 方能保口腹之欲 刀与肉的碰撞 驴肉瞬间被分割成大小均匀的块状 浸泡清洗 去除血沫和杂质 一口大锅倒入老汤 放入切好的25千克驴肉 再放入密制料包 大火烧开 这个料包是我们老太爷传下来的 到我这一代已经是第四代了 一共有三十多种 是提香 提鲜 去形的作用 就是说让驴肉保持一个原有的那种驴香味 随着炖煮时间的延长 锅中腾起阴暈的蒸汽 驴肉与汤水交融相依 肉汁中丰富的骨氨酸经高温的淬炼 而愈发醇厚鲜美 三个小时后 驴肉已熟 汤香味浓 此时不及出锅 关火 利用锅中余温将驴肉慢慢移液 让汤汁与料包的鲜 香 咸 充分浸润驴肉后 方可捞出食用 下一步要压锅 压锅就是用煮驴肉的老汤 把它焖一宿 这样煮出来的驴肉更香 加出来的火烧才更入味 趁着驴肉焖至入味 刘老板开始制作驴肉火烧的 另一位主角 火烧 面团置于掌心 擀至长条状 涂一层用驴油面粉熬制的油酥 再将面饼卷成柱状 手掐成剂 揉剂成团 放至炉上开火烤制 几经翻转 面饼迅速穿上金黄的外衣 此时 再将成型的火烧放入下层烤架 以更高的温度继续烘烤 最终形成一层金黄酥脆的表壳 微微鼓起的饼腹 外脆里嫩 香酥可口 爱福员 师傅哥的那个火烧伤了没有 我给你盖一下 好 快点啊 客人着急了 入味后的驴肉刀剁成碎 左手拿着金灿灿的火烧 右手持着刀 从饼的中部划开一道口子 顺势将切碎的驴肉填入 火烧瞬间鼓起 此时 这饱满的驴肉火烧 也将十克的心塞得满满当当 咬上一口 火烧酥脆可口 驴肉鲜香入味 扎实 满足之感 在口中起涌而出 滋味更是不言而喻 如果说驴肉火烧是河北人的硬核餐点 那锅包肘子定是河北人的热门正餐 游走在河北的街头 你总能找到对风鱼香醇的猪肉 迷之狂热的拥炖 人说跟我们这个同事呢 我们经常隔这么三两天就来一次 品尝品尝这个口味 我感觉它的口味特别好 肘子在河北到处都能寻到它的踪迹 婚丧嫁娶宴席上必备的红烧肘子 寻常人家餐桌上的凉拌肘丝 这些都是河北人舌尖上的绝佳好味 锅包肘子更是如此 它以独特的焦香口感 百余年来经久不衰 相传 清朝时期 宝定府是历代举子进京赶考前 临世苦读的最后一站 从宝定府京时 许多家境富裕的考生 往往选择自带食物赶考 但所带食物多为酱肉 肘子 连汤带水 吃着油腻 携带不便 当时 一位高阳县厨师 便想尽办法改良工艺 制成了这道香而不腻 携带方便的锅包肘子 此菜一经问世便大受欢迎 成了举子们赶考必带的食品之一 至今都是出门在外的河北人 钟爱的家乡智慧 我们隔个两三天就会来一次 来一次以后呢 它的味道始终如一 保持着相同的口味 还是咱们这儿的锅包肘子 吃起来比较好吃 因为它这个多吃几乎它也不腻 吃咱们这个红烧肘子 多吃几乎以后它就会烦腻 张小江本地出了名的季菜大厨 以一手香而不腻 软烂酥嫩的锅包肘子 在高手云集的河北美食江湖 独占一席之地 为了这份新鲜 张小江每天都要不停穿梭于肉铺 与饭店之间 我看看这个 喂好食材忙碌奔波 因为它知道 只有多费心 时刻才能吃得舒心 我提好了 拉两个 一会儿给我送店里边去 选好了新鲜的食材 接下来的制作环节也不可大意 猪腿肉表面有一层细小的猪毛 需要用猛火去除 再足以清水冲洗 下一步就是制作锅包肘子的关键步骤 做酱肉 改刀是制作锅包肘子必不可少的步骤 在刀与按的碰撞间 肘子处理完成 将处理好的肘子放入清水锅中汆烫 放入葱 姜 去腥提香 酱油 面酱 着色增味 倒入八角 大料 草果等数十种香料 与调配而成的料包一同下锅 这是张小江保证锅包肘子滋味浓郁 口感醇厚的中极秘籍 我们这个料包里边大概有十多种香料 主要有白蔻 草果 还有白纸 整体的料包炖出肉来是会比较更加味厚 香 大火煮沸后调至中火 长时间的炖煮 猪肉慢慢舒展 肉中的胶原蛋白被缓缓释放 与汤水汇聚融合 此时 汤料中的酱鲜滋味被猪肉吸纳 散发出浓浓香气 三个小时后 肉熟汤浓 捞出晾凉 煮熟入味后的猪腿肉色泽盈润 鲜香扑鼻 下一步便是将猪腿踢骨 将刀刃从猪腿骨处滑下一刀 切断筋膜 去除腿骨 再将去骨后的猪腿肉手撕成块 临近饭点 前厅被寻香而来的时刻一点点占据 张小江也加快了手上的速度 与锅碗瓢勺们联合行动 开始了一场美食的寻味之旅 淀粉 用汤水搅拌均匀 放入猪肉均匀挂浆 淀粉 选用粘度较高的红薯粉 可使肉质更加鲜嫩 而且下锅之后不易散开 盘底刷油 放入上浆的猪肉 覆盖一层裹满酱火的猪皮 内用 起锅烧油 五成油温 多年的烹饪经验使张师傅能准确判断油温 把握下锅的最佳时机 油海沉浮中 猪肉的汁水被封存 软嫩的风味得以保留 深耕此行二十余年 超过十万次的重复过油 张小江早已领悟其中的温度火候 看准时机捞起 猪肉金黄油量 滑嫩多汁 将炸好的猪肉改刀切条 置于餐盘之上 再搭配几叠辅料与春饼一同上桌 配料赋予了锅包肘子 多样的口感和丰富的味觉体验 怀茂面酱由小麦 驱子发酵而成 质地浓稠 色红味香 绵密顺滑的口感 为锅包肘子带来第一重鲜美酱香 清爽解腻的黄瓜条 香辣心甜的葱白丝 为锅包肘子平添了第二重爽口新香 花椒面细腻绵柔 入口焦香四溢 为锅包肘子带来第三重焦麻清香 此时 一片晶莹润白的春饼 为众多复杂滋味 觅得一名统帅 裹挟此间千般滋味 成就了锅包肘子的万般风情 这个锅包肘子呀 就是用这个小春饼 加上面酱 芝麻盐和黄瓜丝 挤葱丝呢 吃起来之后 包起来吃起来之后呢 感觉着它就干香软糯 而且吃一点都不得油益呢 这个外边的脆皮呢 也是非常的脆 但是呢 也没有更多的油脂 因为这样的 就是一般女士呢 她比较爱美 怕是一般吃肘子肉啊 就是比较容易长肉 但是锅包肘子不一样 它是美容咬颜 而且不腻 吃起来给人外酥里嫩 然后口感非常香脆 然后吃起来也不是非常的油腻 还给人感觉特别好 吃到嘴里 包括下咽以后 感觉给人非常舒服的一种感觉 面对满眼美食 吃肘正憨 一方小小餐桌 围坐几位置有 彼此间说说笑笑 金黄的锅包肘子 在食客的口中流转 汇成了河北最为地道的酥嫩滋味 鸡是中国人餐桌上最常见的肉食之一 国人对于鸡肉的处理方法 花样门类之风更是冠绝还语 可谓南北皆不同 东西各相异 甚至千家万户都能诞生出鸡肉的独特风味 在河北 这寻常的鸡肉更是变得五花八门 琳琅满目 说到河北的鸡肉菜肴 鸡里泵算是其中的佳品 鸡里泵因其烹饰过程中 鲜虾与鸡丁一同会锅的泵月之行 故而得名 他带着一身江湖气 色轻味浓闯石坛 鸡里泵是我们河北的一道名菜 就是小时候也吃过 长大了现在吃跟小时候的口味还是一样的 这个鸡肉呢是外酥里内 这个虾呢是特别鲜 也是很适合河北人的口味的 酱香味比较浓郁 然后鸡肉也非常的鲜嫩 张宝成河北餐饮界大师级人物 以烹得一手鲜香四溢的鸡里泵 而闻名河北 寻常易得的鸡肉虾仁 在科班出身的张师傅手中任意调配 变成了抓住食客们挑剔味蕾的重磅武器 他们鸡里泵是一道经典的剂菜 那么这道菜主要突出就是一个鲜 一个嫩 只有选用农家养的土鸡 才能突出这道菜鲜嫩的口感 赵磊 忙着呢 忙着呢 今天选两只鸡 好嘞 你选吧 这鸡看着都不错 好嘞 好嘞 给这只吧 好嘞 来 扎了三四圈 这鸡就为了比较有精神 跑得比较快 说明腿肉比较发达 选这样的鸡最好的 好 那我就今天先带走这只了 好嘞 谢谢啊 有了好货 自然也要搭配好手艺 鸡腿肉 质地紧致 滋味鲜美 相较于瘦肉较多的鸡胸肉 鸡腿肉富含一定脂肪 烹制后口感更加细腻 是烹制鸡里泵的主材 鸡腿肉踢骨 必须保证每一块肉的完整 处理起来颇有难度 菜刀从鸡腿小关节处滑下 断去筋线露出骨头 从下至上将鸡肉剖开 鸡腿平整于暗 将包裹在鸡腿骨上的筋膜与肉 完全切断剥离 踢骨便大功告成 克服了最初的难关 接下来的改刀便水到渠成 将去骨的鸡肉用刀背拍打 使其鸡肉组织舒展松弛 刀刃滑纹 快刀切钉备用 他们下一步就选鸡腿泵 用的青虾 选30到40克的青虾 这种虾口感比较嫩 吃起来又塌又滑 特别适合做鸡腿泵 新鲜青虾剥去虾壳 去除虾线 产自白羊垫的青虾 体态饱满肉质鲜美 是当地知名的水产之一 青虾富含丰富的美元素 能很好地保护心血管系统 减少血液中胆固醇含量 防止动脉硬化 对人体具有一定的保健功效 鸡肉与青虾的结合 陆地与湖水的相遇 为鸡礼泵赋予了最为难得的制真鲜味 料酒 葱姜水 去意除腥 食盐提味 酱油增色 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后 腌制 为食材增添了咸香的基底 取鸡蛋 淀粉 调匀挂浆 鸡蛋 让食材下锅后锁住自身水分 滑嫩多汁的口感 由此封存 油温四成 下入鸡丁 炸至变色微黄 倒入虾仁 虾身卷起 色泽红润 即可捞出控油 在灶台之上的三十年间 张师傅练就了一双火眼 对油温 火候的精准掌控 早已出神入化 炸后的食材 要与鲜甜的酱汁融合后 才算是完成最后的蜕变 炒酱则是张师傅的 另一项绝技 基里泵那边炒酱 是最关键的一步 经过小火慢炒以后 达到一定的火候 这个酱才能体现出 又有味道 又香又蠢 体现出浓厚的酱香味道 起锅烧油 放入面酱 蚝油 鸡精 清水 调至小火 反复翻炒 温火慢炒 酱汁冒泡 变色 香气浓郁 倒入鸡丁 虾仁 快速翻炒 出锅前 撒入葱片 让葱香与酱香完美融合 这酱与葱的结合 便是市井间无人能敌的黄金搭档 刚上桌的鸡里泵色泽鲜艳 鸡丁细腻多汁 虾仁鲜嫩十足 各个盈润饱满 一口鸡丁 一口虾仁 让体内每个贪吃的细胞都为之欢呼 舞动 在河北 有的人将水鹿两味融汇贯通 以鲜香滋味留住一方挑剔食客 而有的人却凭借自家独门手艺 靠着地道独味 在邻里间相传 成就一方好味 中午十二点 白岗一天中最忙的时段 今年37岁的他经营着这家小店 他以色泽清亮 鲜香扑鼻的牛肉罩饼 满足了一方饰牛达人的口腹之欲 今儿这汤怎么样呀 挺好 我来就冲着汤来 先说我来味儿汤老板 好嘞好嘞 牛肉 人们三餐中常见的肉食之一 本草纲目就有记载 牛肉能养脾胃 补虚状健 强筋骨 消水肿 除湿器 千斤 十质 也曾记载 牛肉能 只唾咸出 牛肉富含大量蛋白质 氨基酸 鸡胺酸 对增肌强力 都十分有效 是人们日常优质蛋白质 摄取的重要来源之一 在河北 牛肉罩饼 也成了当地男女老少心中的 摯爱美味 作为河北赵饼界牛人的白纲 靠着祖传四代的独门手艺 让他家的味道 屹立河北餐饮界 四十多年不倒 众多寻味食客们 争相追随的背后 则是白纲对食材的严格把关 这批牛怎么样 从哪过来的这是 这是从内蒙 张碧那边过来的一批 看这个 这种牛怎么样 这个小点这个 这个不行 再换换别的 这个 这俩看着不错 这俩看着不错 一般选择于 最好是山里边下来的 三样的 这种牛 而且这种黄牛 以这种牛为主 这样它运量大 对它这个肉本身是很紧致 它们就自定这俩的了 没问题 是吧 我看这俩比较合适 行 像它这个晚上 绝对差不了 晚上给咱们送到店里边 没问题 绝对没问题 好嘞 就这样 好嘞 选好了 选好了监货 白刚身披战袍 降临于自己的主场之上 开始施展料理牛肉的超强实力 刀刃撞击案板 新鲜牛肉被依次分割 手法精巧 下刀裹绝 切块的牛肉浸泡清洗 去除血沫和杂质 下一步便是牛肉罩饼 汤浓味香 口感醇厚的关键环节 煮 一口直径一米的大锅里 倒入清水 放入成块的25千克牛肉 再倒入白刚家的密制老汤 这便是他多年来对传统的坚守 大火煮沸后 打去浮沫 加一勺本地特产的怀茂面酱 质地浓稠 酱香浓郁 正是他调配出牛肉罩饼 暗红的汤色和纯清香气 怀茂面酱 河北特产的优质面酱 始于1671年 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 它以北纬37度 恒水产区东小麦为主料 浮以清烈甘甜的太行山水源 和百年古方驱赠 历经几十道工序 最终酿制而成 质地浓稠 酱香浓郁 在老河北人的餐桌上 总能看到一碗面酱 裹挟着四季食鲜 有了酱的点化 四食风味都在河北人口中 变得适口妥贴 随着炖煮时间的延长 再放入一味颇有来头的独门料包 这份料包有着近百年的传承 纯属自家原创 几十味的香料配方中 白纲唯一能透露的是沙浆 沙浆入汤 行气温中 与牛肉颇为搭配 最是妥贴适口 在汤水的孤独声中 肉中的蛋白质和氨基酸 被充分释放 与汤水相依交融 吸足了满满汁水的牛肉 变得暗红风鱼 有了牛肉的参与 汤的表面也形成了一层凝脂式的油花 浓厚香醇 清香四溢 四个小时后 肉烂汤浓 捞出牛肉晾凉 将冷却后的牛肉放入冰箱冷冻 使肉汁凝固 变硬 为之后的切片环节 做足了准备 大葱和煎饼 牛肉与泡馍 从来都是黄金搭档 这河北的牛肉罩饼 自然也少不了 与牛肉互为灵魂伴侣的主食搭配 原始朴素的面饼 大块解馋的牛肉 这既是爆款标配 也是寻常人家玉姬果腹的美食智慧 老板 来个一兆三打包 老板 再加一个三兆五 在白岗的店里 你总能听到几兆几的说法 这说的是牛肉和面饼的比例 一兆三 这便说的是一两牛肉加三两面饼 前厅食客们的需求都已下达 后厨接到指令后 马上行动 将面饼手撕成块 撑好的牛肉刀切成片 放入碗底 马上牛肉 将汤勺往汤锅中移放 手腕用力 一撇 一咬 一焦 如此动作反复数次 便称之为 罩 在这一咬一焦之间 面饼因吸足了汤汁 因而显得饱满充盈 此时 碗中食材都已备齐 只需在碗边淋一圈牛油 提量增香即可上桌 清香透亮的肉汤 绵润多汁的牛肉 配上轩软细腻的面饼 让人垂涎三尺 无力抗拒 几片鲜嫩牛肉与面饼 一同入口 裹挟着麦芽的香甜 飘散出难以复制的 牛肉香气 一海碗牛肉罩饼下肚 料风汤足 蛋白质与碳水的完美搭配 两个字解馋 现在我觉得牛肉罩饼 已经离不开了 因为种族人的生活了 成了家常变化了 特喜欢这味道 不喜欢来吃来喝 就喜欢这味道 儿子在宝丁上学 来了是他的避免 从二朝二 三朝三 一直到现在的五朝五 对于食客们的赞叹与肯定 白刚自是欣喜万分 可他自知 要想饭店经久不衰 只有好手艺还不够 这代客经营之道 更是作为一名管理者的必修客 平时来咱们家的都是一些老客户 基本上每个人什么口碑呢 咱们心里边都有数都知道 每次来了之后呢 最起码能保证大家伙能够吃好喝好 能够吃到最起码心里想的一口糖 日月轮换 四十交替 刘敏英店里驴肉刚刚入锅 在阴晕水气间 等待着一波又一波 前来寻味的食客 张小江则依然往返于肉铺与餐厅之间 为极致的仙忙碌奔波 热爱钻研的张师傅 依旧烹制着继位菜油 白刚的牛肉罩饼也已上桌 温润如玉的汤水间 味道如出 此时河北滋味尽显无余 食肉是一种味蕾的满足 更是寻味老涛锁定的目标 古往今来间 无数肉食佳肴 在河北人的餐桌上轮番上演 忠诚这独具特色的一方好味